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已经告诉了众人谁才是民众最喜欢的 但是这里面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着实让人感到地小皆非 不禁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周深这是得罪谁了呢 一个是Just Like Fire的舞台首秀 没想到这个诚意满满的心血之作 却得不到他应有的待遇 害得好多人一直在观察着后台 企图寻找蛛丝马迹 事情是这么回事 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在B站的舞台上 而且当晚还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短短一分钟的片段 竟引发了一千多万的播放量 这个舞台在B站却并不是那么受欢迎 播放量也没有达到粉丝预期的效果 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许是歌曲的受众面不同 才会两个不同的软件 产生这么大的差距 所以无需过分担忧 事与愿违 有些细心的网友 一直在观察这首歌的播放量 没想到真让他们发现了漏洞 播放量与呈现出来的数据 明显不相符合 问题多了 第一张日落里播放量最高的那个片段 是376万 点进去就一个人在看 在看仔的这集 有2000多人在看 才236万 明明看的人挺多的 但是数据却明显的不对劲 这只是一种情况 经过网友的分析 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更气人的事情 自从去年 我就把视频设置成了取消自动播放 播完暂停 坚决不给其他人流量 但是今年点他的进去 居然就直接跳到别人了 在没有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是自己当时点击的时候出了问题 才导致进去的不是周深的视频 但是没有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事情 要知道 周深虽然在B站的数据并不好看 但是其他地方的播放量 可是远远超过今年B站跨年晚会的播放量的 国内的数据就不用提了 简直就是遥遥理先 国外的数据更是一记绝成 这是外网反馈出来的数据 可以清晰的看到周深的播放量是其他人的好几倍 不过有舍必有得 虽然数据不合常理 但是总会有意外的惊喜到来 大家永远可以找到那个自己最喜欢的自我 把所有的不开心都留到过去 平台需要签约艺人 艺人为了快速的发展 也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平台 所以就会有不少的艺人和平台达成共识 平台给艺人流量 艺人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给平台宣传留住用户 周深遭遇的这些事情 恰恰就说明了 他只是想用心做好自己的音乐 不求捷径 要知道 凭借周深如今的热度 都是各大平台极其抢手的艺人 平台都会给周深更多的流量 但是名言人都可以看到周深却是被打压的艺人 一旦和平台绑定了之后 周深必将受制于平台 那就势必会影响其创作 如今看来周深还是那个 一心只想为大中唱歌的小男孩 好了 不管周深和平台之间是否有问题 我们只需要好好地关注周深的作品即可 因为周深他不需要别人捧他 他自己也不怕被别人封杀 他有自己的舞台 他有自己的粉丝 他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早年的辛苦成就 日后的璀璨人生 小小的身体 蕴藏着大大的能量 这就是周深 自从不禁一颗空与他一笑容 轻而缥缈却真而有众 乘着风化做他黄迹 心头上最柔软的梦 曾像是那一眼飙的感动 是变痛 自从不禁一颗空与他一眼飙的感动 是不禁一颗空与他一眼飙的感动 是不禁一颗空与他一眼飙的感动 是不禁一颗空与他一眼飙的感动